是不是? 又怕立法會選舉會輸 是不是? 我叫你再等幾個月而已 所以我那天講得很清楚 在法合會上我們社會民主連線的立場就是 要求各位民主派的朋友 在9月7日立法會選舉之前 不再講這個政制方法 維持今年年頭泛民的立場 堅持爭取2021年普選 如果誰在這個選舉之前退台的 我們就會在這個選舉論壇裏面和他劃清界線 會在這個選舉之前 我們都會開記者會和他們劃清界線 割席 不過我有心理準備 今時今日割不了 選舉之後都會割 只不過你要求我 不要在選舉論壇裏面移動 是不是? 簡單 是不是? 免得被人覺得在那裡不相攻擊 是不是? 你是硬要被人去攻擊的 你找位子讓人進去 我都幫不到 大哥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的情況 其實對泛民來說都非常惡劣 他們現在就在那裡哭怕的了 天天都 是不是? 這次選舉可能補不了三分一 補到三分一又怎麼樣? 補到三分一 如果選到馮檢基 選到樓千石 就是一樣 是不是? 現在連馮檢基 不要說馮檢基、樓千石 其他範圍的人都會退 是不是? 可以在那裡寫爆單 2012政府提出的政制方案一定通過 你不要讓我欺負中 我告訴你 剩下來就麻煩了 剩下我們這些 真是極少數派 整個泛民都開始變少數派 我們社民連續更加是極少數派 這個是一個 都是相當荒謬的一個發展 我們現在說的東西 是20年前說的東西 20年後可能都沒有變 那時候我都骨頭打鼓了 20年後都可能沒有變 所以這個對香港來說 真是悲劇的 如果你認為香港人 他是不要這些東西 我們沒有說話說 是不是? 如果選舉結果 是香港人 是放棄我 我們這類人 那我們就回家休息一休息 是不是? 你去幫他爭 他真的不值得去幫他爭 爭來做什麼? 是不是? 沒有意思的 浪費時間 是不是? 浪費我們的青春 浪費我們的生命 假如香港人都是這樣想的 那大家下班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覺得 犧牲未到最後關頭 就絕不輕然犧牲 是不是? 他們呢 妥協未到最後關頭 就馬上表現要需要妥協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 跟我們一個最大的分別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我就不信 就是 這個環境是繼續這樣惡劣下去的 民主是世界的潮流 除非你認為現在香港是很民主 是不是? 香港現在這些官商勾結 利益輸送 那些特權橫行 你可以接受 我沒有說話好說 是不是? 就是你要死 我難道不讓你死嗎? 就是人家在街上說的 大家都想死的 那就快點死吧 是不是? 不要在這裡獻勢 就是我們這種人 就 當然是不合時宜 有些人認為 但是我覺得 我們講自己相信的東西 做自己認為對的東西 就一定是一可無前 過何卒子 你沒得不做的了 那判斷是非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很多時候 就是沒什麼困難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是非就被扭曲了 現在你好像年輕一代 你跟他講什麼是非 真的很艱難 我試過在街上做選民登記 我不喜歡這些東西的 我不搞這些東西的 這是你的權利 我不要這些權利 你年輕人 是不是想鬥把琴他 我想鬥把琴 升把琴他 不要這些權利 不要這樣瘋 當有一天 他染了金毛 在街上被兩個歪帽鬥的時候 就是我上次說的 接著被兩個歪帽說粗口辣 他動手打他 接著死狗回來跟他老爸說 我剛才被兩個歪帽鬥 接著還動手打我 老爸會跟我說 臭小子 叫你不要染金毛 即是你的人權 誰保障你 幫你的權利 受到惡奪的時候 是嗎 誰幫你 是嗎 你的權利都不要 是嗎 還有別人 受苦受難 關我什麼事 他被人壓迫 跟我有什麼關係 不是壓迫到我 是嗎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 將來輪到你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 像我剛才說的那個遭遇 是不是 你又沒有犯法 你是染金毛而已 你是有紋身而已 警察就當你壞人 接著還要說髒口罵你 問候你娘 接著還要打獄你 接著你回到家 跟你老爸說 你老爸早就叫你不要染金毛了 臭小子 好人好者 看見什麼金毛 如果你不是染金毛 那兩個名毛怎麼會鬥你 這個世界有什麼供你 所以我跟那些年輕人說 你說不關你的事 明天就關你的事 到關你的事的時候 你就找人幫忙的時候 人們都走了 因為人們都被抓了 所以一個詩人說的 沒有人是孤獨 不要問喪中為誰而敲 喪中為你我以後 喂 拉了牛 拉了長毛 關我差事嗎 是不是 第二天抓到你 都不關我事 我就是抓你而已 是吧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需要幫你 是吧 同樣的道理 到頭來 你被人抓 你被人壓迫的時候 鬼災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醒一下 不過我們這些事情 講了幾十年 我都覺得非常之沉棄 講完又講 沒什麼意思 再講一次 我們如果自己都不捍衛自己的權利 又不對於那些弱勢族群 伸出援手的話 我想到你有事的時候都沒有什麼人幫你的 第四屆國際不再恐童日 在香港區就有個集會 這個就是5月18日 在銅鑼灣東角度 就是在崇崗的後面 我記得我有一年去參加這個 國際不再恐童日 應該是第二屆 打風 臨到全身濕透 那我走在前面 那些人說 玉品什麼時候做OK了 這個國際不再恐童日 這個運動也是一個同時運動來的 強調這個多元性別不容其事 那一天就是一個集會 這個集會民間電台就會全程直播 102.8小刻全程直播 大家到時可以扭開這個收音機 FM102.8 就可以聽到民間電台在現場直播 這個第四屆國際不再恐童日的香港區集會 這個集會裡面就有很多活動的 大家也可以去現場參加 也可以聽民間電台的節目 我在這裡做一個預告 民間電台在一月 就是一月頭在這個 旺曲的行人專控區的廣播 政府出了全票 就控告幾個 有份參加廣播的立法會議員 令到現在民間電台被人告的 那些被告就多了很多 毓民仍然都是未告 但是我想都很快要告的了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